上星或太陽的白羊座在農曆八月 鑑於初一的寸類左生月 你們的自身整體運勢會如何呢? 第一 可以養寵物 尤其是非暴雨類動物 一般養寵物不是暴雨類 而是爬蟲類和兩棲類 如果是魚的話尤其是錦鯉 又或者是蜥蜴、變色龍、蟲、龜 或者是我們一般廣大的人會覺得有驚嚇 其實我想說奇奇怪怪 但我很怕得罪人 因為其實在這些寵物愛好者的心目中 那些是很可愛的 是不奇怪的 但抱歉 其實一般人都是覺得有些奇奇怪怪 或者是拿什麼青蛙等等 尤其是這些寵物 如果你們有考慮樣子 都可以在這個時候進行 還有就是如果有一些新的工作 一些不同的工作 那就認認真真去做 因為它是可以以後帶到一個很好的利益給你的 但是這裏的利益也不一定是錢 但是你真的會有一個成就 可能是會拿到獎 會得到什麼認同 會被人去表揚 然後這件事以後是可以寫入你的CV 所以真的要認真對待 接下來每一份 無論看起來是多細細的工作 那如何認真去看待呢 你給別人看 你是很detail oriented 你是很實際的 你是很注重 budget 你要用數字去證明很多東西 你要當你去做一些proposal 或者去做一些commentary的時候 你要給很多的證據 你要用這種很務實的態度 務實的態度去對待這份工作 為什麼要務實呢 因為在我之前 那個全人類general 星雲那條影片裡面都說了 因為伴隨著今次的新月 其實六粒out of十粒的行星 都是在土城星座 所以這裡那個貼地的能量 是非常之重要 如果你要去好好把握 接下來這個工作機會 而去展現到自己 然後它可以帶一些然後的利益給你 這個然後其實是一個食字來的 I mean 如果你是想好好爭取這個機會 展現自己 展現自己 好令到它可以帶一些 然後的利益給你 這個然後是那個延遲的言 和後來的後 那你就一定要用這種很貼地 很務實的態度 還有尤其是因為你們的守護星 火星在你們的一宮 在逆行中 再加上這次的新月 其實是對沖你們十二宮 相餘座的海王星 所以你們真的會有一點衝動 或者有些發白日夢 那我怕你們就真的不夠 serious 去應付接下來的這個工作 或者是太過衝動 又是白羊座 一般我們經常說白羊座很衝動 然後你就會很容易白白喪失了這個 令到你們 明成利袖的機會 然後我再說一次 它 帶給你那個利益 未必一定是金錢 未必是那個利益 那個金錢的利益 但是它真的可以 可能是令到你出名 或者是真的有一些影響力 OK 那另外如果你說 我是純粹自顧人士的 那怎麼辦呢 那你們是可以去 搞一搞一些新意思 尤其是什麼呢 請新員工 那當然啦 這個就 depend on 疫情之下 你們的business 還有沒有錢賺 那如果可以的話 都不妨是去 考慮一下 擴充一下 你們那個員工的base 那請新員工是 挺好的事情來的 又或者如果 我當 純粹 家裏面的 一家之主門 那都可以聽一聽 那你們可以請一請工人 是的 請新的工人姐姐都可以的 好 無論是請新員工 還是新的工人姐姐呢 可以請一些年紀比較大的 OK 又或者是請一些 以前已經請過 對了 那 在一般的商業世界 這些公司裏面 去請一個舊員工 這件事情聽起來好像 不是很常有 但是 是 給很多家庭請回舊姐姐 其實這件事情也是很常 OK 除了剛剛說 可以做的事情 那 還有 可以去 這個時候 去開始一個 你們新的一個 可能 做運動的一個 這個 regime 是的 或者 開始制定一些 餐單 令到自己會健康的 一些 在農曆八月 都是可以做的 或者 去 簡單 去看一下 中醫去調理身體 或者去做一個 body check up 都是OK的 尤其是 當疫情開始 越來越沒有那麼嚴重 那很多 那些 做check up的地方都會 開回來 還有gym都會 開回來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 很好的時機 最後提一提大家 如果在戀愛關係裡面 有一些 不高興 不開心 不高興 或者一些誤會 或者被人去講你們的關係 有一些言言語 其實你要明白 是有前因的 這個前因 甚至是可以在N年之前 你明白嗎 我當你和你男朋友 有一些誤會所以吵架 這個誤會的因 是可以早到我當你們 第一次相識 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這個可以是一個 很好的tip 讓你去reflect一下 解決辦法是 嘗試去改變你自己的價值觀